他說 行政調查部分 目前啊 根據家屬的遺書 即進行機關內部調查 尚無不法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人事主任 這個人事主任 帶著調查報告 這第幾天而已 第三天 第三天 其實勞動部調查報告瞎了 瞎了嗎 這裡寫了 根據機關內部調查 尚無不法 何大大 勞動署的這個什麼 人事事主任 帶著內部調查報告 跟分署長 這個被指控的人 他們帶著內部調查報告 去交給黃國昌 請問 當時的勞動部部長 何貝山有沒有看過報告 沒有 沒有 保證沒有 沒有 部長都有沒有看過 你們兩個好大大 把報告拿去的黃國昌 黃國昌的辦公室看到 原來是這樣 所以沒有不法 沒有不法 這個案子沒有人錯 這個案子沒有不法 這個陳情 這個陳情有問題 這個陳情有問題 但是你們不要渲染 拜託 我跟你們保證 這個事情 大家放心 其實這事情不要渲染 吃案 直接吃下去 吞下去 如果不是這個時序表裡頭的 網路開始燒 黃國昌不會要求改 黃國昌 你說你去用騙 那你們當時 你們辦公室看到的報告 來我現在在公開 請這一位主任 這一位主任 勞動部人力發展署 請你交出 交出來 當時 你們給黃國昌那一份報告 請交出來 你們當時給黃國昌的報告 是哪一本 因為現在這件事情 也扯到了黃國昌 黃國昌都說 你們綠營 不要再給我模糊焦點 然後開始說 謝榮是雙面嘴臉 來我這邊哭 回去很得意 他來我的辦公室 說明哭得稀里哗啦的 怎麼知道他到北分數後 變了一個人 態度很得意 還追問到底是誰洩漏消息 誇張的行徑 讓他覺得很憤怒 結果就被李正好打臉 他說 謝榮在那種會議 真的只有哭 沒有做出任何具體交代嗎 謝榮會議當中 有沒有說明 這個案子的發生經過呢 有沒有提到家屬遺書呢 如果都有具體交代了 為什麼黃國昌的辦公室 還會侵放謝榮呢 為什麼呢 這個案件發生是 11月4號拜一 拜一發生 拜一發生 拜三 那黃國昌辦公室就叫人來了 那請問黃國昌禮拜三 為什麼會開這個會 一定是有人禮拜一下 或禮拜二的時候 跟黃國昌的辦公室說 這個地方發生命案啊 這個可能是被霸凌的 然後就去找黃國昌申訴嘛 那黃國昌當然就叫這個 什麼北分數會來 當天與會的人 除了北分數的分數長以外 另外有一個其實蠻關鍵的人物 來各位看 這就是當天開會的人 有一個叫做人事市曾小儀主任 好 還有國會聯絡人 國會聯絡人 我們都要背去 好這沒有問題 那這一個會議是在 就是禮拜三的早上召開 召開完之後啊 他們做了一個會議記錄 好 會議記錄 我們先看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在這裡 這個結論 他說啊 委員辦公室主任表示啊 理解並支持不渲染 對 黃國昌聽聽了之後 他們說 好啦 這樣我們知道 這件事你不能說喔 大家都不要說 都不要亂傳喔 我們都不要渲染 把這個案子蓋住喔 要蓋住 蓋住 蓋住 不要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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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黃國昌 就石沉大海了 又是說的 而且他在說什麼 他說 不好意思喔 那你們北分數喔 你們分數長 唉唷 你們再招一招 實在一招 不好意思啦 我們辦公室覺得 非常的抱歉 原來有人陳情這件事情 還麻煩你們這些長官喔 來我辦公室 我實在感到非常抱歉 然後這個事情 我們就不要再講了喔 等一下 你現在演的是黃國昌嗎 黃國昌態度有這麼謙卑 謙卑再謙卑嗎 這是什麼啊 還不好意思 北分數還特別跑一趟喔 抱歉 讓北分數如此傷痛 還跑一趟立法院 黃國昌的立委辦公室 拜三 拜三處理這個結論喔 結論之後 發展之後不行喔 來來來 就做了這個禮拜三 做了這個結論之後 隔天喔 網路開始燒 燒完之後 11月8號又繼續 李宇翔接到通知 李宇翔接到150封簡訊 跟他主持人手頭給兩三方出來說 好 這時候黃國昌發一個公文說 等一下 你們在會議紀錄有問題喔 我不是這樣講的喔 好 那所以他就發了一個 發了一個公文給 給這一個 北分數 他發了公文的結論是這樣 各位看這個結論喔 他說啊 我當時是這樣說的 請放心 請放心啦 請放心 我不會去渲染啦 叫他多少差嗎 就多了一句叫做 請大家放心 本來沒有叫大家放心 黃國昌還發了一份說 請放心喔 請你放心你放心 我不會說我不會說 前面這一份沒有講 叫大家放心嘛 前面這一份叫做理解嘛 後面還要再第二次的promise 第二次說放心放心 好 怕大家對他不放心是不是 對 就再發一份叫大家放心 大家都冷靜 這事情不要再講 不要再講 不能說喔拜託不能說 好 這個黃國昌辦公室發出去 給黃國昌那門說 你怎麼用這個 他說我被騙 他真的被騙了嗎 黃國昌從以前爆料到現在 那黃國昌你告訴我 你之前爆料一大堆 哪一個是被騙的 就這個你是被騙的 其他都沒有被騙 還是之前也有被騙 你有沒有被柯文哲騙 有沒有 上次徐有名的事情 你有沒有被徐有名騙 有 他知道肯定也會說他被靠著騙 上次 你們背好友的時尊 你們背好友 拿著什麼面子 擦眼鏡 吃著靠著時尊 你還拍拍他肩膀 他也說他被騙了 我不要帶去的 他也說我又被騙了 這段你又被騙了 好 你被騙就好了 知道知道知道 他說我被騙了 我不知情 然後這一次有說 我也被牢發鼠給欺騙 今天晚上九點五十五分 今天晚上九點五十五分 三立新台派上線 李正浩 你可以這樣幫網上打廣告 我公佈 真正的會議紀錄 不是真正 九點五十五分 李正浩會公佈 更完整的會議紀錄 黃國昌跟黃國昌的團隊 你們如果在看電視 聽我說九點五十五分 你們要緊 你們很要緊 要緊 我先公佈一點點就好 李正浩等於晚上 會公佈更完整 九點五十分 大家準時收看 三立新台派加油 好來 你自我說你這話 新台派上線不是加油 好來 要不然兩個節目混在一起 他說 我跟你講這個第二個 他說 行政調查部分 目前啊 家屬的 根據家屬的遺書 即進行機關內部調查 尚無不法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人事主任 這個人事主任 帶著調查報告 這第幾天而已 第三天 第三天 其實勞動部調查報告 瞎了 瞎了 這裏寫了 根據機關內部調查 尚無不法 何大大 勞動署的這個什麼 人事事主任 帶著內部調查報告 跟分署長 這個被指控的人 他們帶著內部調查報告 去交給黃國昌 請問當時的勞動部部長 何貝山有沒有看過報告 沒有 沒有 保證沒有 沒有 保證都沒有看過 你們兩個好大大 把報告拿去的黃國昌 黃國昌的辦公室看他 說 原來是這樣 所以沒有不法 沒有不法 這個案子沒有人錯 這個案子沒有不法 這個陳情 這個陳情有問題 這個陳情有問題 但是你們不要渲染 拜託 我跟你們保證 這個事情 大家放心 這事情不要渲染 吃案 直接吃下去 吞下去 如果不是這個時序表裡頭的 網路開始燒 黃國昌不會要求改 黃國昌 你說你去哪裡騙 那你們當時 你們辦公室看到的報告 來我現在再公開 請這一位主任 這一位主任 勞動部人力發展署 這個主任 請你交出 交出來 當時你們給黃國昌 那一份報告 請交出來 你們當時給黃國昌的報告 是哪一本 你們給黃國昌的報告 是哪一本 因為這裡有寫說 你們有做內部調查 報告 因為黃國昌辦公室說 他們看完報告跟家屬 你連家屬的遺書 都拿去黃國昌看 好大大 家屬的遺書 每天都看過 你們這群人 拿去給黃國昌看 拿去給黃國昌看了 然後黃國昌辦公室說 我們來是這樣 查無不法 請放心 我們不會對外渲染 黃國昌現在做事情 都做個案 選擇性爆料 選擇性蓋牌 選擇性不渲染 選擇性渲染 這就是黃國昌辦公室 當時曾請的人 以為給了黃國昌 會讓這個事情被揭發 結果請整個被揭發 直接把東西修憲 給黃國昌辦公室之後 黃國昌辦公室 直接把這個事情給蓋掉 因為得到這個結論 所以那個曾經人 才會在後來給了李宇翔 教得你 他應該給民眾黨 給國民黨 也有中小平 中小平 市議員也可以開記者會 新北市的市議員也可以開 那為什麼會找上黃國昌 新張的新北市的 國民黨的議員 他以為他是正義的長城 對 他以為丟給黃國昌 要找也是找黃國昌先 他是合理 只他不處理很糟糕 黃國昌把這個炸掉了 如果不是網路炸鍋 黃國昌不會這樣 黃國昌今天炸鍋 我又被騙 我又被騙 你不是很會被騙 你不是很強 很會爆料 現在被騙 那你以前發的那些料 哪一個被騙 你沒有告訴我 你以前都沒有被騙 然後只有這個案子被騙 那你被騙 好 你沒有看過那個資料 那你這個辦公室主任叫他滾 叫他滾 叫他滾 這個辦公室主任出來講 是你認為草務不法 還是黃國昌認為草務不法 是這個辦公室主任 黃國昌現在的辦公室主任 認為他不渲染 還是黃國昌跟這個主任講說 我們不要渲染 是主任講的 還是黃國昌講 這件事情總要有人出來擔 吧 我會看過